车票难买,高速路上堵车 回家可能还要面对亲戚们催婚催生的压力 春运回家路似乎不太好走 但即便困难重重 仍有许多人坚持要回家过年 回家或许是为了陪伴父母 或许是为了放松自己 又或许只是为了家里妈妈做的那一口熟悉的饭菜 我是湖北隋州人 然后在上海读研究生 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回去团聚一下 觉得是一种心理的寄托 然后觉得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抚慰 我是浙江杭州人 然后我在上海工作 今年还是要回家去过年 我回家以前会坐高铁 现在的话会开车 开车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吧 如果不堵的话 东北人 但是我回家过年的话是回北京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坐高铁 有五个半小时的 然后也有那个和谐号四个多小时的 特别的想回家 就分分钟都不想在这待了 就是放假了立马走 在家里爱怎么着怎么着 七天嘛 我们回去陪陪父母吧 年龄多大的 在省内的开车回 回啊 明天都会回家 吃一吃 家里老妈做的饭菜啊 因为一个人在外面久了 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 虽然在这个城市定居了 但是怎么说 家里的味道始终没有 没法从老家搬到这个城市来 所以没回家 还得要再延续那种家里的味道 最长的时候 有堵过四五个小时到家的 然后比较难忘的就是 找不到厕所 之前回东北过年吧 一家 然后集体买的那个 就是卧铺的票 然后在家一起打牌 做了二十多个小时的 那个就是长途的卧铺 大前年的时候回家 在路上堵了十二个小时 就是在高速上溜达 看别人打羽毛球 然后煮泡面 然后自己睡觉玩手机 刚毕业那一年嘛 然后回去的时候 遇到一些新的一些老乡 虽然不是校友 不是我们一个同学 但是也是在这边工作的 然后就认识了 就熟了 然后就比较亲切嘛 然后约定了有几个 每年都回家 都是一起回家 原来路途 我觉得起码是 两天两夜 也会是这样子有的 最最最很多 十多年前 十几年前 原来带着我女儿 我女儿又小 背着她 上上下下的火车 怕在我们家的暖气上 是的 因为上海没有暖气 特别的冷 回家第一件事就睡觉 因为躺在自己 属于自己的家里 睡着 叫特别的安心 特别的安稳 肯定是打扫卫生 我估计 收拾自己的房间 拉松枪 那个有儿时的回忆吧 那个炕嘛 因为那边陕西的 主要冬天 都是睡在炕上 炕前面两口大锅 然后那个节杆扔进去 要拉松枪 那个才有会暖和 也有一些 他们过年 不知道春节不能回家了 那他们也要吃饭 我们还是要上班的 也许到时候可能 我们会吃个饭的 再一起聚一聚的 那我们在过年呢 在这边还是 该上班的时候 该上班 下下班呢 我们几个同事 在约在一起 吃吃饭 玩一玩 过年一饭 春晚年一饭 肯定给家里打了电话 问一下家里面情况的 肯定回不了 虽然现在高铁方便了 半小时就到 但是没时间回去 就回去 你还得回来 今天还得上班 今年会有一点变化 因为我想带女儿 出去玩一下嘛 因为她读到高中 读到高二 我觉得她下去 压力比较大 然后趁春节放假的时候呢 带她出去玩一下 春节是我们 每年最忙的时候 我想对我的家人 和我的队友的家人 说一句 祝你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还要特别地 对我女儿说 虽然妈妈不可以 回去跟你过春节 但是压岁钱 我还是会造给的 看那些电视里边 别人坚守在岗位上 那些什么消防员 人民警察之类的 但是我现在 不是这个职位 但是也是作为一名 职守在这个岗位上的人 可能自己内心 也还是有一种 我也是这样 这其中的一员 那我现在是身在其中 所以可能也会 有一点点小小的自豪 我还是会发生的